陈小春版陆顶纪小郡主扮演者邝文荀又生了 这一次是第三拍 对于孩儿降临 邝文荀很上心 专门在微博上分享瞬间 一张图 小郡主满满的爱 看得出对于新生儿诞生 邝文荀很是开心 关于邝文荀 除了陆顶纪小郡主备受关注外 她还有一个关注点 那就是刘凯威前女友 一直以来我都蛮佩服刘凯威的 一把年纪人气不炸底 居然能把杨幂弄到手 不得不说她还是挺有手腕的 刘凯威出道后 与她有关系女星 差不多有五个 一个本人中的邝文荀 一个廖碧儿 另外还有三个刘婷语 汪欧 影儿 坦白说这几个女星都不错 谁跟我都开心不得了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以前是港台明星的天下 只要港台明星一来 咱们大陆粉丝那激动心情 比渐轻爹亲妈还热 随着大陆的崛起 这种情况得到根本解决 如今港台明星 再也没有往日阔气 而是低调 认认真真做每一件事 邝文群原本过气了的 不过她是经典版路顶纪议员 又让不少剧迷热爱起来 杨米 大陆一线明星 刘凯薇跟着她沾光 邝文群 刘凯薇前女友 刘凯薇沾光杨米 她沾光刘凯薇 棒上杨米这艘大船 两人都得到很好关注 我们不是当事人 不知道 邝文群 刘凯薇为何分手 不过可以肯定 没有分 手也就没有后面的杨米 也就没有今天的小糯米 与刘凯薇分手的日子 我认为邝文群是痛苦的 即使找了一个亿万富豪 但南方时不时家暴 怎样都让人接受不了 大一次就算了 万万没有想到 南方五年家暴 更邪门的是小郡主 就是不离婚 对此很多网友调侃 五年家暴 还不离婚 这绝对是真爱 大家应该不罪 他只是自罪